日本知名手遊世界計畫 繽紛舞台Fit的初音未來是運動為主題 向全球徵求衣裝設計 待大學多媒體數位學成四年級學生 邱玉欣是結合了足球跟街頭風格 設計作品方塊前鋒榮獲佳作 比如說這個方塊 然後我畫畫我會有個習慣 就是我會給他定色系 還有定一個主題元素 然後那時候我會 我為什麼會取教那個方塊前鋒 是因為我那時候定的主題是方塊 因為我覺得方塊跟那個運動很搭 就是會讓人想到賽車 然後我就把方塊元素就結合進去 所以我很喜歡那種利落感配色 就是譬如說黑白 然後加一個主色系 像這一套啊 他是那個黑白色在結合那個 結合那個藍色系 然後因為他這個角色 他代表的印象色是藍色 然後運動的話 因為運動他們喜歡用那種螢光色系 就是用那種對比感的獎勵 所以我就是在結合那種 故意呈現到對比感的綠色啊 然後那個 然後粉紅色這樣結合 同學足球與當基礎融入街頭風格 方塊元素 創作了方塊前鋒 遊戲角色色調以藍色系為主 服裝配件 加上對比感的綠色跟紅色 讓整體畫面更加的亮眼 一星同學的話 他從一年級的時候 進來的時候 我就發現他很喜歡畫圖 那風格上面的話 也是蠻多變的 尤其他蠻適合那個 走日式風格這一塊 然後他之前在上課的時候 有時候他都會跟我們檢討一下說 他現在畫的圖是什麼類型的 後來發現他風格慢慢成長之後 越變越多 然後到後面 他去參加現在這個比賽 是初音的比賽 然後基本上 這個名次上都很難拿 包含說你要拿第一名的話 可能就是 基本加作就是二三四名了 同學很喜歡這款遊戲 也很喜歡創作 接下來他會持續參加 希望有一天可以拿到優勝 讓世界各國的玩家 在遊戲中可以看見他的作品 大藝人新聞劉行校採訪報道 正好 對 對 有 也是 沒有 commitments